賴副總統 政府院長 金管會的修副主任 我們台大風險中心的周桂田主任 各位現場及線上的貴賓 媒體好朋友 大家早 我們歡迎 首先歡迎大家來參加2023年富邦永續大論壇 我們很榮幸今天邀請到很多重量級的產官學的專家 代表來共聚一堂 討論當今全球面臨最重要的課題 一起來關心台灣跟人類的未來 在2019年4月 我們和台大風險中心簽約合作 當年舉辦了第一場的富邦全球化論壇 我們邀請到前中央研究院的李遠哲院長 來跟我們討論我們沒有剩下多少時間 我印象很深刻 李院長他說他那天應該是剛從法國回來 我第一次聽到他提出各項的科學數據 顯示氣候變遷過去50年來 對整個全球環境的殘害跟破壞 跟我們面臨非常迫切 需要能夠迎接這個挑戰的認知跟勇氣 這麼多年來 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進入 邁入第八個年頭了 我們陸續也探討過像氣候變遷 能源轉型 我們也記得在台大風險中心的研究之下 也發表過我們國家的這個能源轉型的政策 提供給政府做參考 我們也討論過環境正義 低碳社會 我們也看到說這個暖化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注意的重點也從過去只是減碳而已 到現在已經進展到零碳 在2021年我們討論了205年靜零轉型的路徑 我們去年更進一步關心到轉型的正義 我們希望說這個轉型是沒有一個人是落後的 大家都是零差距的一起邁向這個轉型 所以我們進一步把這個論壇改名叫做富邦永續大未來的論壇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凝聚我們社會對永續發展的共識 那能夠和社會大眾攜手 邁向轉型的未來 剛才提到世界經濟論壇 他在2023年全球風險的報告裡面 他提到說氣候變遷跟這個極端的氣候也是人類從短期到長期最大的課題 過去這幾年我們明顯地感受到氣候變遷跟極端危機的愈演愈烈 像台灣不知道有幾年已經沒有颱風了 我們每一年到這個時候在梅雨季以前都面臨缺水的問題 這個我在台灣成長這麼多年都是這幾年才碰到的真正的一個議題 我相信副總統在台南他的感受一定最深了 所以過去我們都很討厭美女 美雨到現在居然天天在期盼說 為什麼不來下一場大雨 我們也看到說世界各地都陸續創下歷史的高溫紀錄 所以這些乾旱對於我們台灣 對於世界 不只是工業 農業跟民生用水都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所以我們今年的這個關心的議題 除了嚴峻的氣候災變 大家都很清楚以外 當然現在全世界還面臨更多重的風險 有像地緣政治 全球的通膨 這些重重的危機 再加上靜靈轉型 我們台灣面臨國際的壓力 所以我們重新能夠檢視跟前瞻未來的定位 建構靜靈轉型與氣候緊急之下 社會經濟的韌性 就是我們今天舉辦這個講堂 最主要的這個目的 最後我也感謝今天賴副總統 在他百忙之中可以歷臨現場 也謝謝我們有史以來最忙的副院長 鄭副院長也能夠歷臨來支持 那當然我看到我們經管會的主委 我的老朋友 邱副主任 他官越當越大以後都沒有機會可以見到他 當然這是因為產經分離 我們顯示說我們政府跟主管機關 對於我們永續未來是非常重視的 他們也很期盼能夠跟社會各界可以來互動對話 能夠提升我們對對抗環境變遷的這個堅韌性 那當然提到這些多重的風險 跟轉型的這些挑戰 我們金融業者責務傍貸的 剛才賴副總統也在私下跟我講 我不知道他真的是動足先機 知道我的講稿裡面居然有這一段 提到說這個金融業在協助國家或企業 整個減緩排碳面對氣候變遷的這個傷害 如何能夠利用我們資金來幫助 這個氣候正義推行的一個助力 加速價值鏈的永續轉型 也開發各種我們創新的金融商品 打造多元永續的金融服務 這也是我想我們對富邦 對我們自己長期的這個積蓄 總結我們都知道這個多重的危機 會變成世界的這個新常態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事外 也期盼今天的這個交流 我們能夠匯聚更多的共識跟力量 也再次感謝我們長期合作的夥伴 台大風險中心 這八年來跟我們一起攜手合作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也讓我們繼續下去 再次謝謝各位今天的到來 謝謝大家 賴清德副總統 蔡明忠董事長 邱淑貞副主委 台大風險中心周桂田主任 各位產官學界的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想從蔡總統到賴副總統 都高度重視靜靈轉型的課題 我們是在去年通過靜靈轉型的方案 包括產業 能源 生活 社會 四大轉型 這個靜靈轉型當然是 跨國界 跨世代 跨領域的課題 也是台灣目前國家長期的韌性 必須面對的 我想我們打底的工作已經做很多 如何從現在走向未來 這個是靜靈轉型的路徑是最重要 也可以講未來是決定在現在 不管是法治 科技 金融 我想藉這機會報告一下目前的進度 大家看到氣候變遷越來越強烈 最近這五年應該會海水升溫 所以不是只有旱災 可能也會有巨型的災害 所以我們的壓力越來越大 事實上那個Seabank 歐盟的碳邊境的調整機制 其實今年5月16號就剛剛公布了 我們的出口到歐盟的產品 碳含量必須要盤查 確認 也會有碳邊境的關稅 所以台灣面對的問題是迫切的 去年通過了氣候變遷法 今年我們的主改有一個課題就是成立環境部 也成立氣候變遷署 氣候變遷署跟經濟部的產業發展署 必須要兩個署針對碳管理機制 裡面包括碳的定價 包括碳盤查的方法學 包括自然碳會等等都要做討論 台灣一年大概碳排兩億六千萬噸 要逐年降低 那這個碳排的收費 我們現在是用碳費的方式 那這個碳費大概要做合理定價 我們的產業才可能調適 那初期是大概用碳排大戶 跟這個用電大戶做範圍 大概五百多家 但是要讓未來一定還會擴大 因為我們有組織了一個碳中和聯盟 那希望大帶小 把碳管理機制能夠落實 那現在很多會計事務所都成立部門 在準備迎接明年之後的碳管理的這些方案 那我們預定明年這個機制要上路 那同時這個碳權交易所 現在由金管會國發會 請這個交易所目前正在研理方案 那這個碳權交易所原則上會先以有需要的這個產業為優先 那不是碳權自由買賣 跟證券交易所不太一樣 是希望能夠讓有需要的產業買得到碳權 那這個部分也是會先有一個小範圍再擴大 那另外呢 針對這個我們的這個金融業 剛剛蔡董事長講的這個我們所謂的綠色金融3.0方案 是希望能夠把這個融資債券跟受信都能夠跟永續發展連結 能夠推出更多的綠色金融的商品跟服務 讓金融業跟這個氣候變遷 跟這個淨零轉型能夠深刻連結 這裡衍生的商機是非常大的 台灣未來在這個碳經濟方面 應該有很大的發展的潛力 那目前的進度 那從這個蔡總統上任這七年 包括我們歷經了好幾位院長 那我們在這個再生能源的極大化 這個政策上 目前是慢慢的越做越順了 現在太陽能光電的裝置容量已經到10.25G 那我們預定是在2025年要到達20G 那我看現在目標就差一點點 我們正在簡化流程 正在讓這個成熟的太陽能光電可以到達20G的目標 那離岸風電現在也慢慢順了 那以前會有遇到海事工程跟融資 各種問題還有國產化的挑戰 現在慢慢一個個封場建立起來 那預定是在2025年要到達5.6G 那這些工作打了底 那我們希望這些工作能夠為未來 這個下個階段國家的韌性 能夠這個產生更大的效益 那目前這個我們台灣在這個能源政策上 當然遇到很多挑戰 那基本上是要能夠不缺電 那在不缺電的前提底下 的確這個天然氣發電廠要到達50% 那我們做了很多的投資 這個如果用數字看 這個馬總統時代是蓋一個電廠 蔡總統時代7年是蓋7個電廠或擴增機組 那這個7個電廠大部分都是天然氣發電 那大家可能問說那50%的天然氣發電 那對淨零碳排的影響 當然這個淨零碳排 它的排放是降低的 未來碳補桌的技術 它會加一些氫能 然後慢慢比例5% 10%到30%左右 也同時會把這個天然氣降低它的這個碳排 那未來當然還有地熱 太陽能或其他的這個綠能 所以綠能極大化不是一天兩天的工作 是一個長期的努力 那要以不缺電為前提 讓我們的能源轉型可以順利 這些工作都已經做了很多的挑戰 那產業的調適當然更重要 鋼鐵業 石化業 這個造紙業 這些都是水泥業 這些碳排比較大的 他們也都做準備 那我想台灣進入一個新的這個碳經濟的時代 那如何把挑戰變商機 那今天論壇很有價值 那我們做的也許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檢討 需要調整 那我想行政院各部會都是一樣的態度 這個堅定的在靜零轉型的議題上 努力往前走 那特別是賴副總統對這個議題 他有很深切的體會 從這個論壇讀書會 對產業的訪查到專家的諮詢 他做了很多這個打底的工作 對能源政策 產業政策 這個轉型科技 他也做了很多的準備 那我想他應該算未來在這個 這個靜零作為國家的任性目標的 這樣的一個不只是價值領導 政策領導上 他已經做很好的準備 我相信我們會跟台灣 這個三大領域的工作 一定會做得更好 法治面 技術面 財務面 希望富邦的努力帶來更多的討論 也預祝富邦下個禮拜的國際論壇成功 好 謝謝 謝謝 行政院 鄭文燦院長 副院長 蔡明忠董事長 還有周桂田教授 邱淑貞 副主委 在場各位嘉賓 場館學界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今天非常非常高興能夠受邀出席 2023年富邦永續大未來論壇 首先代表蔡英文總統 感謝富邦集團 跟台大風險中心 長期以來致力於台灣社會 對永續發展的共識 同時也連結國際 特別就重大的議題進行研究跟倡議 對台灣推動永續發展可以說 貢獻卓著助 我們就以今天的題目來講 面對全球多重危機 台灣關鍵轉型 可以看出這個論壇的企圖性 想要畫危機為轉機 我衷心期盼 我們今年的論壇能夠圓滿成功 透過我們場觀學員各界 不僅僅是用全球的視野 在地的連結 或者是檢討過去前章未來 能夠建構出一套 讓台灣在經濟 社會 能源轉型上面 能夠更具有韌性 剛剛蔡董事長特別提到 不知道台灣已經幾年沒有颱風來了 其實五年了 五年 而且不僅僅颱風沒有進來 過去台灣得到水的另外一個途徑就是煤雨 這幾年也常常是空煤 我特別引用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委員會的報告 這份報告特別推估台灣在21世紀中 到21世紀末 單日暴雨量會增加20%到41% 沒有下雨的日子會增加5.5%到12% 集水區 風雨巨水會更多 谷水區 水會更少 換句話說 台灣未來跟國際社會通通都一樣 面對氣候偏遷水資源的運用 我們很可能 剛忙完抗岸的工作 又要進行防洪的工程 所以政府一定會積極的認識 解決各項的問題 提供給台灣社會 不管是民生或是工業 甚至以我們農民的使用用水 都能夠穩定的供給 另外根據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還有另外一項報告 2023年還有另外一項報告 這項報告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排碳的速度不變的話 可能在十年內 全球的溫度會增加 上升1.5度以上 所以聯合國非常希望 以開花國家能夠率先響應 不要等到2050 2040年就應該要達到淨零轉型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不過因為台灣是全球的一份子 自不可以自外移世界 所以在2021年蔡英文總統 在四節地球日 4月22號當天就已經宣布 台灣的使命跟全球 140幾個國家或地區的使命是一樣的 也就是要在2050年達到淨零轉型 去年3月行政院也公布的碳排放入境 剛剛鄭文燦副院長已經有詳細跟大家說明 那基本上是希望建立在氣候法治跟科技發展 兩個基礎上面去推動四項轉型 包括能源轉型更安全 產業轉型更具競爭力 社會轉型更具韧性 生活轉型更永續 然後呢 運用包括光電 封電 輕能 還有 先進 綠能 除能 以及 探補抓 運用 還有儲存等12項關鍵戰略 希望在2030年之前 政府提供9000億的投資 帶動民間的企業社團大家一起來達到這樣的目標 那我們也必須要再次強調 氣候變遷固然對全球都是一項挑戰 也正如今年的論壇的題目所隱含的意義 如果因應得當 其實也是一個國家的機會 也是一個國家的機會 那這話怎麼講呢 因為淨零轉型已經不完全是 地球永續發展的問題而已 它也是一個產業升級轉型的機會 如果升級轉型 升級轉型妥當的話 是可以開發出綠色商機的 這綠色商機除了說綠能產業的發展以外 還有智慧生活 甚至於低碳製造等等 那台灣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來 打下非常好的工商基礎 我們很清楚我們的ICT產業很強 那我們金融產業經過這幾年來的歷經突刺 實力也很好 如果我們妥善因應的話 我們的確是有機會 比別人更快 而且比別人彈性更好 應變能力更強 在面對氣候變遷的時候 但是在過程當中 就是剛剛蔡董事長也有提到的 金融產業扮演的非常關鍵的角色 今天在場有很多金融業 金融產業就我的理解 金融產業就我的理解 在金融轉型的產業升級當中 它是扮演著媒介的角色 它是有催化劑的功能 所以我今天是很高興 我們富邦集團已經連續第八年 在永續發展這個議題上面 出錢出力 在推動各項的工作 我個人是非常欽佩的 最後我再一次 我再一次呼應 文燦剛剛所講的 政府非常重視這個議題 也擬令出的路徑 而且也修改了法律 就是希望在未來能夠跟大家共同合作 妥善因應靜零轉型的問題 既善見地球村一份子的責任 也能夠藉這個壓力 這個危機化為轉機 讓台灣能夠更加進步 更加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